机车在各县市是民众主要的交通工具 但对于空气污染交通问题 确实一大困扰 市议员张浩瀚上演之后 积极推动共享载具 希望改善机用的空气污染之外 对于解决交通乱象也有帮助 从三年前第一次的一个总质询 我就不断地提出 其实我想要推动一件事情 就是基隆推动共享载具的可能性 我想这件事情本期已经讲了四年 所以从第一次我也要讲到第八次 我要讲到最后一次 我想共享载具在整个 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世界来讲 它现在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潮流 其实一来是说它有几个问题可以去 它可以协助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个它可以解决所谓的私人载具 过多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状况 大家可以看到基隆在满路上面 都是私人的载具 其实对于整个城市来讲 一来我们要处理停车的问题 二来它可能导致了我们空气污染的问题 那第二件事情 其实光我其实讲的这个共享载具 其实就是类似像勾穴 类似这种电动的一个载具的一个模式 其实这样的模式 这个东西如果进得来 其实它也二来是处理我们整个都市 空气环境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还是鼓励 让民众拥有更多的一个私人载具 那对于城市的整个交通来讲 它不会有一个大的一个改善 市长林又昌强调 对共享载具概念相当支持 但需要有长远规划 如果是像张浩瀚议员讲 是go share的话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还不错进步的一个政策 为什么 第一个是它符合在政策上的一个需求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真正的 真正的一个比较进步的一个观念跟想法 是共享载具 是共享载具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说 知道你刚刚在讲三年 如果是两千万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值得做 因为这是我们可以负担的 而且当然 因为go share就不是拥有 不是你买给送给 这个某某人 而是说你用一个共享的一个方式 让这些载具 电动机车的这个载具 它可以发挥最大的一个效能 然后它到时候 它是用这个租借的一个方式 那它的效率当然就是会提高 议员张浩瀚强调 将持续推动共享载具的政策 增加公共交通的便利性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